老師在跟你講 你一定要聽 一定要聽 他講他可以得15分 阿貴可以得到好成績 你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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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覺得說王楠貴要進到決賽 我還是看好的是李學齡 是嗎 李學齡 現在拚您淘汰邊緣 那我再算一下 目前呢得分最高的還是王楠貴 他有20分 另外有兩名球員得到18分了 包括吳振宇以及陳俊傑 所以李學齡現在17分 後面的幾位球員如果能夠超越學齡的話 這個學齡的三次 這個要尋求3連霸的機會 就消失了 學齡現在是剉在那邊等 現在還有三名球員還沒有出賽 包括了歐陽敬恆 陳信安 以及陳慶文 爸爸教練要不要再壓一下 陳慶文他也是一定會 有沒有機會15分以上 絕對有 翔哥有沒有機會 陳慶文15分 絕對有 15分以下 這次有聽老師的話 15分以下 還是15分以下 先看歐陽 智明春嬌唱完之後會不會影響到他的感覺 1分 歐陽蠻準的喔 前面的五顆球他拿下2分 45度角 第2球投進 目前是得到4分 好球 3分球 應該說2分球 對 目前歐陽得到8分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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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也有機會進入到決賽 關鍵是他後面這8顆球的掌握到底是如何 12分 馬尼波很重要 這次沒把握住 所以他還差5分 才能趕上李學琳 後面的球都要投進 這球沒進那就沒機會趕上李學琳 頂多16 所以他的馬尼波也沒投進 他只有14分 非常可惜 到後面好像歐陽有點沒力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說歐陽出手是比較撕力的 你看連續出手是靠著手腕力量太多了 所以連續出手的情況下 完全符合我們寶寶老師所說的 手軟 手軟掉 所以說 軟掉的情況下就不準 老師說的話 我有信 這個小強 你真的有提早講的話 因為我 歐陽他在投來的時候 他的膝蓋也沒有完全的彎曲 完全用手腕的力量 所以說 寶寶教室即將成立 請大家一起來開場 那劉老師再請教一下 信安的膝蓋有沒有彎曲 他能得到16分以上嗎 信安他本身他的身材條件 他彎曲也不用那麼大 因為他的質子 上半身的肌肉非常的發達 你說他幾分 劉老師 他應該差不多有在15、6分左右 15、6分 如果沒達到呢 沒達到就看劉怎麼做 我就要看李老師 我就不要再問名牌了 好準 喔 劉老師好準喔 一開始就進喔 2分 哇 信安 想要叫李學琳 跪著把冠軍盃送給他嗎 看起來有機會喔 目前4分 5分 6分了 信安的money ball 沒拿到 兩次的money ball都沒拿到 非常可惜 8分 8分 無頂位置的花球也沒有 劉老師說的話 是不是信安有聽到呢 10 這次的money ball 信安還是沒有 哇 他的分數 學琳在旁邊已經幫他說 不太可能 對 機會很大 1 2 13 1 2 3 哦 劉老師還真準喔 信安果然是投了15分 因為信安本身只有這個條件 所以說為什麼他投來的時候 他跟那個歐陽一樣 可以不用去把膝蓋彎的力 因為他本身他的手臂 跟他的手腕力一樣 是絕對絕對夠的 而且他在中華隊的時候 他的投壓力 其實是滿高的 所以我認為他的量力 有一個能力 好 現在只有最後一個人 能夠把李學玲拉下馬來 他就是劉家發教練 同樣非常看好的陳慶文 陳慶文是 現在 當然陳慶文後面還有許時清 所以現在還有兩個人 有出賽的機會 對 陳慶文其實是有機會 但是我比較擔心 因為他在這裡的出賽時間 比較短 輸在這個手感上會有些影響 所以要看他今天這個 臨場的一些 一些比賽的一些狀況 打氣虎隊他的隊友在旁邊 都希望幫陳慶文加油打氣 寶哥 陳慶文膽子夠不夠高 陳慶文其實他膽子非常高 他是一個很好的得分後衛 就看這個教練 你敢不敢去用他 你如果不敢用他 放在任何一個隊 都是沒有用的 你覺得他今天能得幾分 我覺得他應該十五分 十五分以上 每個人都十五分以上 因為十五分是最比 十五分 最安全的盤 對 剛剛西藍是不是十五分 我發現每個人 我問你都十五分 我開始對老師產生懷疑 那你會覺得西藍也得到十五分 陳慶文也十五分是不是 十五 他應該差不多最好十五分 不會突破十五分了吧 你現在改口還來得及 不改口 所以我剛剛講過 他在整個前任的比賽上 是不是能夠會影響到他一些 出手的一些狀況了 這個Moneyball得到 所以陳慶文拿六分了 也不錯 補頂位置 連中兩球 連中三球 有 再一次的Moneyball也有 他已經得到十一分了 有機會把李璇琳拉下馬來 十二 要把握 現在的捲度非常重要 再加上Moneyball 哇 有機會了 十六 那不過李璇琳的十七分 老師講的話要聽啊 他跟王楠貴同分啊 劉佳霸教練 你低估他嗎 我並沒有低估他 我只是認為說他在這個 你就是低估他 你說他絕對不會超過十五分 要收你今天這個 老師總是有盤看錯的啊 所以 這麼好的球員你要用他 你要相信他 我也相信他 我也用他 那你怎麼說十五分一家呢 你根本不相信他 在紀錄賽的時候 我一用他 得分 一到紀錄賽 打到總冠軍 你忘了嗎 老師說話你要聽啦 你要聽啦 好 SBO明星賽 總得分破一百六十八 二月二十五號期 一週內到肯德基說 清 沒有 不是又是 有有有看好 有看好 許知青 跟人家玩不一樣的喔 他倒著來 你看 他從 右半邊過 倒著過來 手氣會好 不會啦 倒過來的這個 對 拿球的一些 這些知識 跟一些空間 就不對了 哇 許知青在前面兩落 只得兩分 這個要突破是很困難 因為你剛跑到教練 你講 你看他跑過來的時候 除非他從後面跑 可是他從前面跑 從前面跑的時候 你還要做個轉身的動作 所以當然這個整個 C4會改變 對 他等於要繞過這個球落 所以跑更遠的距離 而且好像不是很順的 對 我覺得投籃最重要就是 你要順 你不順的情況之下 你就不會準 除非他是 左手投球 然後站在這個球落的 右邊 這樣子的話 比較有道理 要不然許知青 這樣一個選擇 是違背常態 他來軟的 所以許知青 最後是得到了9分 當然也沒有機會 進入到決賽 扣了一分 扣了一分 對 所以現在得到8分 那麼我們現在呢 綠賽的4名 進入到決賽的球員 已經是出爐了 包括了得到20分的 陳慶文 以及王楠貴 還有吳正義 跟陳俊傑 他們兩個得到了18分 而且 這4個球員 是平均分配在 4個不同的球隊當中 所以算是蠻公平的 現在就要來看看 到底誰能夠得到 最後的冠軍 對手 對手